这个小女孩又被家暴了 她只能来小美家里躲避 看着可怜的道西 小美就把她留下来 道西非常高兴 早上她会给道西做早餐吃 还带她一起去逛街 给她卖新衣服穿 渐渐的道西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而她的同学们 也因为小美的存在不敢欺负她了 朝西相处中小美发现 其实道西跟其他女孩一样 爱唱歌爱跳舞 也会小小的卖门 可好景不长 卷毛找上门来 她说要把道西带回家 小美直接拒绝了 因为她不想再次看到伤痕累累的道西 因为小美警察的身份 卷毛没办法 她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小美的把柄一雪前尺 这天一个身材火辣的妹子来到警局 还指明要找小美 连也人都看得出来 两人之间有着通信不该有的情感 原来妹子是小美的前女友 小美也是因为被人举报性取向 才被下放到这里 但妹子余情未了 一路追了过来 小美把妹子带回家里 道西看到妹子有点不自在 她觉得小美会就此抛弃自己 妹子告诉小美 她马上要移民国外 希望小美能跟自己一起去 小美不愿意就拒绝了 于是妹子打算吻别小美就离开 这一幕正好被旁边的卷毛看到 这下完蛋了 接下来的几天 小美都过得提心吊胆 这间警局接到报案 卷毛手底下的一个工人在码头闹事 小美赶到码头 男人几乎崩溃的下跪请求放她回家 经过调查发现 这个男人竟然是个偷渡者 卷毛不但雇佣非法劳工 还刻够工资 把他们囚禁起来 很快卷毛被带到警局审问 面对小美她显得很淡定 然后当了所有人的面 大神说出了小美同性恋的秘密